你看嘉義市有這個女街友 她叫做金差 但是體重高達了160公斤 她的雙腿幾乎都已經很難走路了 全部靠市場的攤販來接濟她 她不是自己一個人 她其實還有兄弟姐妹的 五年前曾經被家人接回家 結果家人覺得說金差跟家人八字不合 所以把金差給趕出去了 讓她只好一直在外面流浪過日子 穿著紅色格子衣藍褲子 頂個大大的肚子 就在停車場旁邊的台階睡起來 她叫做金差 體重160多公斤 在這裡當女街友至少五年以上 金差不是孤兒 有兄弟姐妹也有個家 不過家人認為她的八字和父母不合 因此把金差趕出來 我爸啊 你怎麼 我女兒跟他們說 我女兒跟他一起 我女兒跟他一起 給他有時候你給他帶回去 他們就不講話 她誰 她大姐吧 她大姐還有一個二姐 對啦 大姐跟二姐 對 來自帶她去看她醫院看她爸爸 這樣子就 就給她套完之後就給她放回來了 金差的兩雙腿胖得像向腳 因為太重了走路走久了 金差的雙腳就會透 附近居民怕金差無法一個人過活 常常給金差東西吃 有些人還會拿錢給她 我們都會慈懷 對啊 她就是人家慈懷 愛就有錢又買東西吃 金差流量五年以上 有人看不下去 請家人把金差接回家 不過她的家人卻無動於衷 繼續讓金差過著街友的生活 看在鄰居的眼裡一陣心酸 最近新聞和國文許成文家一報道